這一點 我沒有放樣不對啊 你好 或是進裝 我一定是進 應該是撞完以後這邊 已經停下來 稍航前發 還能看到標準 差不多 車上這場戲算是這個戲的 算很重頭戲開場 雖然說佔的篇幅不大 但是耗費了蠻多天去拍攝這場戲的 開拍前 教練車手有帶我 其實一開始 我看到劇本 我沒有覺得這麼恐怖 但是在當下的時候 其實因為也晚了 隧道裡面也是 風風暗暗的 然後我要超車 那種急促感 其實是會讓我有非常大的心理壓力 拍攝到一半 我的車子突然被撞到了 我跟以前有嚇到 因為我們摔了一個尾 撞到了牆壁 結果後來才發現是誰好的 維持距離 好 出去了 慢慢慢慢 還沒 還沒 進 進 再出 其實也蠻緊張的 因為 要衝到對象 然後 他們 車速很快的過來 然後閃我大燈 真正的賽車手 怎麼不好當 雖然你們眼前的主象很好笑 但是不要不要抓 就是我們在面臨一些生死般的問題 但前面的景象就真的太幽默了 那變成是三年了 有期待的那個抱子 前面幾天在拍的時候 沒有太感受到車禍的那種氛圍 所以是直到最後 應該是最後一天拍攝 就是真的像是有撞擊的 其實那個當下真的覺得蠻恐怖的 煙啊 然後消防隊員來救援啊 旁邊的民眾就是在下來關心 整個就是 其實蠻不舒服的 很恐怖啊 真的 要抱到過程中 然後對 不好意思 我是要演死掉 所以呢我不能呼吸 但是因為我空拍過來不知道多久 然後車內又放了那個煙 然後我就忍住忍住忍住 忍了幾次發現不太行 因為那個煙一直嗆在我鼻子裡面 沒辦法 別太久 我剛剛其實有想一樣的問題 欸不對我是活動 我可以吸 對 我也就是跌倒 來的那一刻真的受到最大的 最大的 一個這麼重大的危險車禍系 我覺得劇組非常的專業 工作人員啊 他們排練也排了好幾次 讓我們演員在最安全的狀態下 拍攝出很驚悚危險的氛圍感 所以我蠻期待這場戲的播出